枪枪三圆形 尤庭你看咱们小木 上次你们俩见过的 小木从东京 从日本刚飞来 所以你一到呢 我一看见你我就想到了 中日之间最近冲突很厉害 很厉害 你全靠你在日本 跟我说话 但是我现在发明出来 孙子兵法 你知道吗最近就说 不战而屈人之兵 我有了一个中国对日本 就可以不流血 也能把你们日本打败 我不是日本人 你不是中国人 对你是我们派出去的卧底 咱们可以我跟你说 这个办法很简单 就是我们现在 北京的这个机动车 再增加几百万辆 是吧中石油中石化炼油的那个 标准可以比欧洲的标准再低一点 含流量再高一点 咱们工业这些污染呢 再多一些 然后呢万事俱备 剩下一件事 就只欠东方 日本完蛋了 他们是多么脆弱的 你说哎 最近你刚来 你看见红沙了吗 你说东京是吧 东京啊就这两天的新闻啊 对对看到了 是吗你看这照片 对对对 你看这个这个就是说 有一个红的那个塔 那是什么地方 那个红的是东京塔 后面那个是那个天空树 你看你比就红的 还能看见红的 这两幅图片就清澈的时候 和这几天 黄沙铺面呢 就是星期天 我当时正在外面 正在 再看看下面还有没有 就是这个 老师这过去在东京的天空 不常出现吗 东京天空都是干净的 我去25年是第一次看到 这样的情况 哦真的 我们北京25年一直看到这样的情况 你们见怪不怪 北京现在蒸蒸日上 这种情况更严重 也在同时 所以我能理解 日本人又开始就 说这是从中国飘过来的 从中国飘过来的 你觉得吗 哎可是要我说啊 这日本人还多少 是有点学术良知的 对对吧 他倒没有跟着起哄 你看日本有时候 他能测出来说 中国飞机那个军机雷达 瞄准过我们 是吧 对对 在这次你们日本气象台说 对不是 没错 说不能冤枉中国 那是哪来的 他是暖气流和那个 冷气流地空的 就突然突然的变化 然后把那个 其余线附近的那个沙城啊 把他卷起来了 也不是沙啊 就是灰尘 包括东京都内的一些大的公园 我正好在小金井那个公园里面 他那个地上的足球场就是灰 所以一下那个空气把它卷起来 我把我儿子赶快和我老婆 往那个汽车里面塞 那就像桃荒一样 比来的地震还可怕 还是那个冷空气和那个 和那个热空气突然的变化 这个跟中国没关系 日本自产自销的 对 也让他们体验一下 这个雾霾是什么感觉 看咱们北京人民 就跟打惯了地道战一样 怕下全口罩 全戴上了 日本人在戴口罩方面 也是专家 你别跟他们 各式各样的口罩都有 这现在也是什么花粉的季节啊 对啊 他们冬天呢 是怕冷空气 觉得会感冒 到了这个春天的时候 就是怕花粉 所以我看日本的制药工业 或者是那种 卫生产业药 来看上一层 我有一个偏见 我过去 我就觉得啊 就是说我们中国的这个污染啊 我的偏见 就我们中国就连污染 都是比较土的 你知道吗 就是那种看得见摸得着 现在他们说 北京的那个污染 都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不是看空气里 就天空上有四千吨 那个污染 我就专家就说 看得见摸得着嘛 但是我觉得像日本这种啊 就是那种现代化 是无色无形 但是更毒的 比如说核电站 对核服 311 这不是最近他们刚 两周年了 刚经验吗 我有一个问题 我现在发现在这个问题上啊 日本和台湾最近闹得很相似 对 就是这个核电站 核电站说 现在日本都不开了 对 它总共有50家 当发生这个福岛 那个核电站的事故以后呢 就全部停了 停了以后呢 民主党还在的时候 就开了两家 现在呢 你像这两天 正在纪念这个 两周年的时候 有将近200多场 这个抗议活动和音乐会啊 包括那个大江建上南的 诺贝尔文学奖的 获得者 他也出来抗议 包括那个 奥斯卡的音乐奖的 那个叫板本荣一 他也出来开那个 反核的这个演唱会 还包括演个我的电影的 那个叫三本泰兰的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演员 他也来抗议 他一抗议 等于他就没有工作了 为什么 因为在日本 因为他很多这些广告啊 跟电视台的这种关系啊 他本来是个电视明星 也是很有名的演员 所以他的事务所 就不敢给他工作 他就干脆就辞责了 就等于是开除了一样的 他只能自己谋生 他宁肯这样 他本来是很有钱的 他宁肯自己谋生 然后他要抗议 所以你看 我到了日本25年 第一次看到最多的游行 就是抗议核电 前年有17万人 然后早两天有几万人 平常没有那么多的 而且保持在首相府的门口 连续长时间的 每天都有人去抗议 几千人几千人 现在是 台湾的明星 现在也抗这个 台湾最近核四 是流行的东西 反核四啊 是个流 是一个流行风潮 不是要公投吗 对 本来现在是说 民意说是要驱租公投 但是我想 因为核电 核四其实在台湾 已经很久了 他盖了一半以后 就盖在那边 就不动它了 因为这中间 盖的过程当中 出现了一些问题以后呢 所有的政府都不敢碰它 烫手三欲 再加上过去的 台湾的核废料 全部都是放在 蓝宇外岛嘛 那是一个 台湾原住民住的地方 所以一直也有人说 你是不是欺负原住民啊 你就是放在 他们的身旺的家园 把这个丢到台湾以外 你就觉得好像没事了 这样 所以蓝宇人民 也一直在反映说 这个核废料 放在他们家的地底下 这很像这个 卫包弹很可怕 但是都 我觉得现在台湾 和日本面临的问题 都很相似 你要说核 这就跟咱们说什么 转基因食物要不要 肯定都说不要 对 可是具体来说 你像他们算台湾 台湾什么 有核一核二核三 对这是第四座了 核一核二核三 还开着的 还开着的 还开着 他们说如果要关了呀 台湾如果不用核电了 那么到2025年 还是到多少年呢 电费上升四成 那说前两年说 台湾说电费 才上升了一点点 就闹得就不可开交了 那一样 日本也一样 日本多大程度上 靠核电的 他如果真不搞核电 他经济 大概有百分之二十几 到不到百分之三十 是靠核电 你看他从两年前 开始停掉 现在只有两机开着 他总共有五十机 那他的经济能维持吗 那当然 作为财界和经济界来讲 是希望他 开始再重新运转 但最近又发现 已经建好的 已经运转过的 那个核电站 底下有断裂层 有地震的断裂层 吵架吵了一年多 现在还是决定不能开动 台湾人也是这么说 说你们那个核一核二 核三核四 也都是在地震层 那台湾人呢 就是在地震带上 我们整个台湾岛 就在地震带上 不管往哪盖 他就是在地震带上 然后你知道吗 你们的那个标准是抗七级地震 他们现在说了日本这个福岛这个是九九级地震 是吧 这个台湾 我像我们反核四不是说反核电 这是一回事 但我觉得反核四这一次这么多人里面很多是反对你匆匆的再盖 就是说你没有解释清楚而且核四对大家来说是个拼装车 就是你第一家盖不好我们就换一家公司再来盖 然后呢你里面又拼了一下美国的拼了一下日本的 拼了一下各国专家 所以我这边这样装这边 大家就觉得这是什么 像个拼装车一样的车能够好好的运行吗 再加上这个福岛的事情以后 当然大家就觉得必须要审慎又审慎 而不是说你来糊糊我们说我要涨电费 你们不想涨我就要盖 那这样的话大家就觉得我们不是被吓大的吧 那你们怎么觉得你们愿意用这个核电吗 其实我以前从小时候被教育说 电力发电什么水利什么什么的时候 他就告诉你核电是最安全的 最安全最干净 最干净的 对不对 最科技的 所以以后呢人类应该就只是靠核电 因为你火力很污染 水利不是每个地方都有 风力更不是了 这是需要自然的条件 太阳能那不要等到这个西元几年 才会真的全力发电 所以我们以前都被这样遭遇 那我只是说 我现在压抑的是 例如说我去了东京 他们现在不是因为停了一些核电站 可是你说你在东京 刚开始地震刚发生的时候 真的有几家那个便利商店啊 或者是你会觉得 路上比较没有灯 可是现在东京好好的 可是可见核电厂是可以关的 对于民生是没有影响的 首先要节约 日本以前在电方面还是很铺张浪费的 比方说他有很多弹子机房 就打弹子全是电 所以后来就规定这个要关掉多少灯 包括很多银行灯也要关掉 所以还有很多自动贩卖机 24小时都开着灯 那么多 只有全世界只有日本自动贩卖机最多 烟也好水也好 所以这样他也改装 然后不要用那么多电 有人过去放钱的时候他开始亮 所以这样设计就是节约 那那个歌舞伎厅能把 对 这个影响的世界就是这样 暮黑声音应该更好吧 对对对 看不清楚这应该 对 那那个那个就是资色也不太重要了 是吗 关了灯灯一样是吗 所以外面很多灯都关了 里面乍然开着就可以了 对对对 你们黑的也没关系 没错没错 小木你跟这行业现在还有联系吗 我还在那里 我餐厅还开在里面的 是吗 那个不能认得 那个不能离开 生意好 那是我保护了 我争到了25年的岛屿 我是宝岛专家 是吗 那两天接着 待会问问你 日本人没有砸你电什么 上江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2013年中国政府领导班次将集体换届 外界关注新班次的人员组成 更关注政府换届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 凤凰卫视将一如既往 以海外媒体的角度 为全球华人关注两会 并分析中国政治经济民生的新方向 两会特别报道 今天请留意全天四线新闻快车 凤凰卫视中安台 我家自从换了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省电安全舒适 同时洗澡洗碗洗菜 热水都不断 格力空气能热水器 你用了也会说好 两千七百年酿酒传承 八百年人民教师 三代国家酿酒大师 珍藏石教 口子教 这个日本黑社会可是右翼 对 你他们没有打你店吗 对 因为这个从去年的这个特别是中国在游行的时候 大家都都会觉得我我我你像我的店就开的购物基金 购物基金正是各种黑帮集中的地方 黑帮跟右翼都是有联络的 对 比方说我也有个很好的朋友 就是住几组的副会长 他也是关东地区的右翼的总头目 联合会的会长 但是 关东进组 对 因为住几组是管关东的嘛 三国组是管关西的 这样的话 他的关东的这个右翼政治势力是比较比较活跃的 但他不会因为这些来因为日本的黑社会首先不 首先不扰民 不扰民 是吗 他跟你民众没有关系 就是说他表达他的政治态度 他不会向中国人的店下手吗 不会 不会 那他向哪表示 他可以在网络上 他们也有很多网络的右翼 网络右翼 你像这次就是早两天星期天 说是中国的雾霾过来了 对 很多在网络上 这肯定是中国来的吧 有问号的就 大家都在包括一些右翼的一些媒体 差不多又是中国来的 但不可能有那么黑的 就隔着隔着海洋那么远的吧 北京的黄沙 心理作用 但会有这种人 但言论自由 没关系 让他表达 最后 对 我们这个顾霾倒不是从中国来的 但是现在问题是中国自个儿死猪过来了 你知道吗 这个可以给大家看看图片 这是你们 这是台湾的反核的美眉 宁裸不合 你说什么台湾搞起什么来都是这个范儿的 哪有这个范儿很多范儿 这是其中一个 日本还开放吗 就是反对合的 你看 这就属于宁裸不合的 你看 这样 咱们就支持 这个 然后再看下边 多好 这个 这个没有关系 是他们把照片放一块了 这是 就这几天 说黄埔江上游 捞起几千头死猪 你就看 再看下边 你知道不光是长江三角洲 这现在我给你看的是广州佛山一带 有的地方就 红色的地方 你看这就是猪江或者猪江支流 红色的地方就是养猪 养猪的养殖场 你知道吗 这些人家有住在那儿的居民 就说这些死猪扔到鱼塘里 扔到河里边 河道里面 到处凹粪 台湾以前也是养猪的一个 就很新省 以前这个 在刚开始经济发展的时候 但是因为这是个很重污染的工业 因为猪的这个 整个排泄物 整一个 就是反正只要你有盖猪场 这对环境污染很严重 所以后来呢 第一个改革 就是把这个养猪场 变成电子化的屠宰 还有它整一个的粪便的一些回收 还有这些遗体怎么火化什么的 都需要就是 要重新的做一个 一套的生买 对对对 那这一次这个黄埔家 我现在我刚做节目 他们说可能是 本来说上海说 这是嘉兴的这个猪瘟 所以嘉兴猪瘟死了上半头 嘉兴说我们调查没这回事 妙了 对嘉兴政府出来回事说 我们去查了 没有我们这边都没有发生 最近这个猪瘟的情况 那请问一下 这三千多头猪到底哪来 这才是很神奇 而且死猪啊 而且死猪 这就是 顺流而下 而且 我一想象很壮观 我看网络上的农民 就是附近民众说 平常也就两三头飘一飘 这么多头倒是第一次捡到 所以可却平常死猪丢合理 这黄埔家不是第一次 当然了 当然了 这表示这条江没有干净过 零星的丢 肯定比平常丢 不死驴死骡子都往里扔 怎么会这样 但这次是大规模的成军团的 下来 而且说家型也否认了 是吗 家型否认了 我看这个 这里约好了一起扔 才能凑这个规模 从那个长江流流的 然后流到海里边 大时候还会流到日本去 对对对对 我军另一项战略 是吧 这日本彻底玩完了 日本人 光恶心就能恶心死他们 从天上从河里都有来了 对 现在这个鱼不能吃 这个猪肉 我跟你说 我们的猪 这个可厉害 这个日本人 我给你报道一下 这要是飘过去了 就是说 这猪都是吃抗均素的 你知道吗 就是说 我们吃的这个猪 这个抗均素 能够达到多少 你看 我都找不着了 对 他有个资料 中国经营报讲的 你看 国内一些养猪场 在样本中检测到 149种耐药的基因 其中有63种 这个耐药基因 比原始森林的土壤里 检出来的 高出上百倍 有的高达近三万倍 甚至啊 这个给猪 为什么呢 喂那个身 咱们说那个 身中毒 那个披霜 这个致癌物嘛 我们给喂这个猪 喂这个 喂这个 身呢 还真的是 说吃这个披霜死的 这个人呢 脸色特别好 红涩的 皮红发亮 果真也是这样 这个猪啊 吃这个身呢 就能长得皮红毛亮 而且抗 他抗菌 抗菌 然后再传给人 那是他自己都吓死了 什么菌能活啊 这个调查应该是 美国的一个 一个研究所 跟中国合起来调查的 这是一年前就有 你知道 我知道 在日本也有报过这个事 我也看到过这个 是美国 我开始最早先把这个数据拿出来 在中国就是 他跟那个有养猪场 有吃这个和不吃这个的 去比较 以后你刚才说的那三万倍 就这样 你猪都可以看菌 对吧 他可以 然后人呢 他也传染给人 也可以看菌 就是你可以好像看上去 你是不得病的 其实你已经 已经可以得到 你已经得到锻炼了 很可怕这样 那我们能不能认为 日本人对这个核辐射 比其他种族的人 已经有了一定的耐药性 你觉得会不会 他DNA里 他瘦这个瘦的多呀 对 所以他这次有八千多人 去到东西 到那个福岛的法院去起诉 也到千业的法院去起诉 就他们得到的 那个补偿还不够 因为他们还有三十万人 不能回家 就有家不能归 不是无家可归 是有家不能归 首先是他们 有些地方是被污染的 还有地方根本就 没办法住人 像再来海啸他怎么住 所以他只能住在 那临时的那些地方 所以这个 实际上通过日本 两年前的这个海啸的 他不单纯是地震政 他主要是海啸 把那个核电站 他可以看九级地震 但他看不了 九级地震 你上了海啸过来 所以这都是台湾也要 台湾只能抗七级 对对对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如果每个人都心怀大爱 放下小小的一笔 给予小小的支持与关怀 分享小小的温暖与希望 凝聚两岸三地 每一份善心力量 让诚意收获尊重 幸福不再孤单 焚酒公益中国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安台 作响其成 又有河南 全国二十五座城市 二十八家机场 随时恭候 向您所想 民生信用卡 一旦拥有一生尊弱 你说中国这个生活环境啊 当然现在移民到日本也不太恐怖 日本吃还是没有问题的 虽然也有牛肉的问题 也发生过 但是那现在日本的牛肉已经被欧盟已经同意 可以卖给卖给五亿市场的人口 就是欧盟已经从去年到十月份已经开始同意 那就说明日本吃还是没问题 虽然有假牛肉 他假牛肉只是品牌不对 但不会是至于是有兵啊 他也拿出去卖的 不一定会生买的 是吧 猪也应该是这样 因为中国前一段也是羊肉也是假的 对吧 这个现在猪也 我看最好是不吃肉 吃素好 我看你最近说你肯定是 可是吃素土壤里面也都是一堆重金属污染 对啊 那真是我刚才说的这个数字 他发现一些猪身上这个耐药基因63种浓度 比这个土壤里的减除量高出上百倍 像中国的这个这个稻米 去年有五万吨进到日本 就是便宜嘛 日本大家都买 个人不买 就是那些什么牛肉饭的这样的基地买 结果周关文春爆出来 全部有毒 因为含重金属 哎呦 五万吨 这都是食物链 猪 好就算你人吃了 但是猪的粪便什么 它也会流到水 水又再流到了土壤 土壤在种稻米 所以这是一个大型的食物链 一直在不停的循环着 我们是在这个食物链的顶端吗 对 所以顶端也是中端 是吗 所以啊 真是 突然就全部 过去有个什么地藏经里边讲啊 就说咱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啊 就像生活在地狱里是什么情况 叫饮苦食毒啊 嗯 我觉得现在真的是 饮苦食毒啊 你都不用等外星人来 自己本身到这个二三十年都变生化人 OK 你要再加上这个满天的雾霾啊 你觉不觉得像炼狱一样 我现在躲在香港不回北京 我跟他们打电话 我就说你们那毒气室 我再不去呢 所以我跑到香港来跟你做节目 我也不去北京 但你们以为了 香港这个空气环境 也是越来越糟糕 好不好 你还是看的话 他五年 我这边住五年 我还是觉得它有变化的 我总觉得全世界 别再说中国你脏 日本你好可怕 美国你怎么样 这个整个地球 大家是一同在承受这个罪面 我刚才下飞机啊 我一看香港的这个天气啊 就是哎 就雾雾的 我刚才问静止这时机 我说这是雾霾吗 他不懂 我说有 有平门2.5 有毒的 他有毒啊 人家香港啊 多有文学 人家香港有个美 美丽的名字 不叫雾霾 叫什么 叫烟霞 真的天气一暴 殷哈 干嘛殷哈 烟霞 多好听 北京就是 没有这个文学 有雾霾 因为美国大使馆坏的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 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 汉子是烟雾 看着过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